街頭唱作歌手出身的黃劍文 這日出席活動 和一班老人家唱歌 兼以大師兄身份做分享 事源這班老友記 參與了社區音樂計劃 親自作曲填詞創作歌曲 Kimman就說 久違了這種 和一大班人交流的感覺 覺得很滿足 今天跟一班老人家唱歌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整個氣氛都很好 我想我也一年多沒這樣唱過 就是出去外面 今天的活動令我覺得 自己有大開眼界 因為我沒想過 原來一班老人家 老人家都會自己作曲、寫詞 我覺得有些歌 甚至是感動到我自己 我自己聽的時候 非常開心 整個氣氛令我自己都覺得很開心 Kimman這日 和一班老友記相處得這麼愉快 全欣他過往都有做義工經驗 他說自己最喜歡 都是用音樂和老友記交流 很多老友記都自己會發問一些問題 就是關於作曲、作詞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音樂是一個很好的語言 大家原來用音樂都可以溝通 音樂創作是可以表達自己想說的東西 還有甚至算律都是 因為有時你下什麼曲 怎樣寫都會表達了音樂 譬如是很悲哀 還是很開心的心情 所以還有音樂是 我覺得是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禮物 也是令我們抒發情緒和開心的東西 無論是創作還是唱歌 都是會帶給我們很大的一個意志 講到工作 Kineman今年相當充實 先後完成電影和舞台劇 下半年就會將重心放在音樂 說希望年尾之前推出兩首新歌 好啊